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了不少的威胁 如何能在保证私密的前提下做到最好的通透 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们努力研究的方向 最近国外的科技公司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膜 一秒可以改变玻璃的透明度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美国的Santi公司发明了一种新款的薄膜 SantiFel 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毛膜 和我们手机屏幕贴的膜一样 只不过它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尺寸自行裁剪 它的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需爱将裁剪好的膜贴在我们的玻璃上 贴好之后通上电源就可以工作了 SantiFel自带了一种APP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端 直接遥控这种膜的透明度 只需一秒就可以让它在全透明和半透明之间 马回的切换 是不是非常的带感 由于SantiFel可以自行的裁剪 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用于任何的玻璃 家居的浴室 阳台 公司的会议室 门店 任何带有玻璃的地方它都可以完美的胜任 同时因为它背部所用的胶 全部都是环保级别的 我们不用担心贴上后会有异味 或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任何的伤害 如果我们不想用了 也不用担心直接撕下来就行 不用担心它会流胶不好清理 由于SantiFel的材质比较特殊 所以它在使用时可以隔离子外线和射线 有了它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隐私泄露了 甚至我们连窗帘都不需要了 对于这个可以调节透明度的墨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大家评论去留言哦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精彩的内容吗 还在等什么赶快关注我们吧